全新舞蹈舞 舞蹈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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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這個時候你腦袋會想什麼 這個時候 我會先聽歌 然後跟著他的節奏 要聽鋼琴彈的和弦的位置 那其實等一下進來的時候 也許沒有貝斯 可是在現場的時候也許可以補一點 這也是剛好可以講的 譬如說他進來的二階和弦你可以補一點 揉揉小小聲鼓一點 所以這邊時候可以彈小力一點這樣 那是誰 那個瘋狂的 是我 愛我 不怕不愛你 說你也愛我 愛我 愛我 永遠會 愛你 想去 然後這邊就會彈接奏 跟大鼓 我可能更快樂 這樣能在一起 做什麼都可以 做什麼都可以 第四拍節目的時候 我覺得是 除了 既然 是簡單的不提 一 再強折的心 做愛的最簡單 那可以的真正 愛的 Immer想天 擁有 愛的永遠 聽開 앙 每個人 遇上 別人 一 这边可以加 好 這邊就坐街頭 妳只讓妳這邊坐 釣料板 妳看妳要在外面 妳真的是從水裡 妳看妳從水裡 妳看妳從水裡 Oxford 他吉他會有一個 手拿都在咪這個 你可以跟他 阿斯 請問這首歌 有重點 可以分享一下嗎 一格就可以了 我覺得譬如說 就像我們剛剛上課講的 那個你這個節奏 譬如說十六分好了 你就可以 你要去抓到他的十六分 第四顆點的位置 哇一言的 對一言 對一 後半拍有沒有十六分 你要練習這個 因為他的主歌其實是八分的反拍 所以剛好這五歌我覺得剛好你可以去區分 正常的反拍 M拍跟十六分的最後一顆 因為這邊如果彈一樣的音畫面 它實際是不一樣的 這樣就 好你看他們的音畫是不是 比較直 那如果是十六分就會變成這樣 所以 但是很多人可能剛開始練背的時候 不曉得十六分跟反拍的差別 所以 跟鼓就會分開聽喔 因為他你就彈在鼓的前面 大鼓的前面 它是噔噔 但是你便是 對吧 你就沒有跟他念在一起 所以 他學會去聽大鼓 大 你要跟他同時 是 同一支嗎 我覺得這個蠻重要的 好 謝謝老師 好 第一 我可以說 感谢观看